欢迎你加入 来老师物理教师 真的可以讲了啦 可以解释什么是纽顿的这个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 但是我们还要hold一下 第二定律放最后先讲第三定律 但是在讲第三定律之前 还要先让你知道说什么叫dier 我们该讲说dier是那个有动量的变化 对不对 卡大波罗波和momentum 日常生活中力是一个以什么样的形象来呈现的 什么叫做有粒 怎样才算做有粒 首先第一个粒可以做什么 这个人在做rotiplata对不对 rotiplata他一开始就是一个面团 他就当压压压就反反反反 就已经发现到那个面团变成一大片的那个面饼 他就折折折就变成一块对不对 形状不同的 所以什么叫做有粒呢 如果你去施加一个粒的话 形状会改变 这是第一个啊 你施加一个粒下去形状会改变 这个就有粒了 第二个粒可以做什么 这个人rotiplata 拉 从左拉去右 从六拉去左 从左拉去右 从右拉去左 差距到什么不一样的吗 左右左右 方向 如果你有办法改变一个物体的方向 那么也是有一个粒 像我们之前提到inutium嘛 那个在太空上飞的那些 陨石他就一路往前飞的咯 一直往前走的 除非你有外力来 撞到什么 他就会弹其定一个方向 会转 方向 就是有力 第三个这个同一个人 那么 做完了rotiplata 拉完了 现在人家吃饱了就要收拾了哈 拉收拾了就拿一个trolley来装了 这个 垃圾啊 盘子啊 什么去洗 当然这个trolley他一开始是不动的啦 那么你开始推啦 推有力对不对 你一推你就发现到那个trolley开始移动了 啊那也是一个力的一个呈现 就是 你如果能够让一个不动的东西动起来那么就这个 这个也是有力 然后要放工人要推快快 加速 这个也一样啊 如果你有办法改变他的哈拉铸 也是有力 你记得吗 Iris Sotter讲什么 F的MV 那个错误的啊 Iris Sotter讲你有力的话他就会移动 可是牛途讲不对 你有力的话你会改变他的哈拉铸 你可以改变他的这个速度 就是他还是有可能是 速度有在那边可是没有力的 那个就是我们叫哈拉铸嘛啦 那个时候是没有力的 所以呢这四个 是力能够 呃呃呈现 在Daily Life呈现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有人拍我一巴掌 屁呀 有没有力 我们看看啊 打下去的时候 脸变形了 MNUKA 奔动 有力 然后呢 有没有MNUKA 阿拉 哦 MNUKA 阿拉 也是有力 然后呢 MNUKA 奔动 移动了 然后 MNUKA 奔动 从不动到飞过去 四个都有 所以这样子打过来肯定有力 肯定有力 这样我们推墙壁到底有没有力 推墙壁 呃 墙壁不动哦 老师墙壁没有动 有没有MNUKA 奔动 没有耶老师 有没有MNUKA 阿拉 方向也没有变呢 有没有MNUKA 奔动 也没有呢 有没有MNUKA 奔动 老师四个都没有呢 这样我推墙壁到底有没有用力 有吗 有没有用力 你在推墙壁的时候有没有用力 老师没有用力吗 我推推推 我觉得很累耶 有没有 有没有处理 你的力 施加在墙壁上 可是并没有对墙壁造成影响 可是你觉得很累为什么 你在推的时候 你的手肌肉有没有在动 有啊你看 大小大小大小 MNUKA 奔动 有没有MNUKA 奔动 可能没有啦 你的肌肉在伸缩伸缩吗 所以它阿拉是 伸缩伸缩是不同的 也在MNUKA 奔动 有没有MNUKA 奔动 手有没有不动了 推一下推一下你的手在动了 虽然墙壁不动 MNUKA 哈拉举里面的肌肉也是在移动 对不对也只有哈拉举 所以其实你的力用在哪里 用在手那边 手里面 一直推一直推 虽然墙壁没倒 可是你觉得很累 因为还是用力 有没有力 有啊 好像我刚才提的 我们知道力可以做什么了之后呢 我会先跟你介绍 牛顿的第3条定律 因为牛顿的第3条定律 跟那个momentum太像了 跟那个 Lotupan的那个momentum 一个 往后的momentum 就会有个往前的momentum 那个守恒啊 太想象了 所以我先介绍你 第3定律 所以牛顿的第3定律 它讲的是什么 Bagi setiap daya tindakan 这样的这个大小 magnitude Dampartinda Baraara Partinda 可是是反方向的 这个是牛顿的一个 整合啊 他把牛 他把那个momentum里面 的那个 动量守恒 Lotupan的那个case 变成了力 的解释 就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用这个图来 稍微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人呢 去日本旅行 那么他就来到这个 他朋友的家 他就这样进来进来进来 好他就开门了 开门 好开门他这样子拉对不对 往后拉 好往后拉的时候门 并没有被打开 所以感觉上那个门 再把它往回拉 因为我开不到吗 我这样出力拉 可是门没有开 就是感觉上你被门拉 往回拉 抵消到你的那个力 后来讲 不能够拉了 这样我就用推的咯 就会推那个门 这个时候 门也是丝毫不动 就感觉上有一个力 给门推回你 互相抵消 所以你的力好像不见了 所以最后门没有动 推那个门没事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推墙壁一样 最后是怎么样 原来日本人的门是往左边拉的 开了 这个 这个讲什么 扭顿的第三条定律 你如果用一个力去 施加在一个物体上面 就是 作用 我们叫作用 比如说你坐在椅子上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坐在椅子上 我可以坐着 到底他的那个physics是什么 我们人 有机性的 只要有机性的东西都会给引力往下拉 所以我的人其实有一个w往下 w是一个力 可是我有没有 把椅子弄破 穿到过椅子往下掉 没有 这样要怎么样解释 没有弄破椅子 可是那个力把我往下拉 牛顿解释的是 因为 你如果有一个 w往下拉 这是一个作用力 那么 它是一配的 这个作用力就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 叫做r reaction force inabalance 这两个力呢 是一样的大小 w跟r一定是一样的大小 但是相反的方向 所以 w 跟r不同的方向 一个positive 一个negative 相加就会等于零 所以最后你是 你的综合力 加起来 是零 所以你就没有往下掉 也没有往上飞 同样的 你为什么可以站在地上 为什么你可以站在地上 一样的 你有一个w往下 但是你的两个脚呢 接触到这个地面的脚呢 都会有一个 往上的作用力 r 互相抵消 结果你就能够站在 地上了 你不会往下撑 也没有非常甜 因为互相抵消了 你的w跟r 如果你去推墙壁 一样的我 你推墙壁有一个f 墙壁同时会给回你一个 反作用力 reaction r 同样的大小 不同的方向 所以就互相抵消 所以最后墙壁有没有倒 没有 所以 只要有一个 daiyatindakan 就是作用力的话 牛顿讲说一定会有一派的 同时一定会有个反作用力 反方向这样子回来的 如果你跟人家 打架啊 其实跟着牛顿的理论对不对 你去打人的时候 一拳打过去 你给那个人100N 假设 其实那个人的身体也会给回你100N 这个就是为什么 你打人了之后你的手会痛 对吗 痛 因为 你打他的时候你给他那个力 他也会给你同样一个力 反方向的 100N过去他就给了你100N 可是 我们日常生活中好像不是这样的 老师 我打人的时候 打人的那个没有这样痛 被打那个比较痛 不对 应该是被打那个成熟的力比较大 对吧 还是你有没有给人家打过 好像被打的那个比较痛的 这个 其实是 有原因的啦 理论上没有错的 如果我拳头打过去100N 然后打到一个人的肚子 后边的打过去 其实那个人肚子可以给回我100N 但是我的 拳头 感觉上没有这么痛 他就很痛了 他给我打到肚子 这个是因为 我们的拳头 在里面嘛对不对 我用我身体比较硬的地方 跟比较少神经线的地方 你如果打来一定是攻击他那些比较 比较要害的地方 对不对 去吹他的肚子 肚子比较软的 那个地方神经线比较多 又没有什么肚子打着 对不对 肌肉层了 当然是他觉得比较痛 可是其实他的 肚子给回你的也是100N 所以你手会稍微的痛 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我真的是一拳打过来 那个人也偷是一拳打过来 两个人都没有受过那个拳击的训练都是不会打架 但是就是拳头来 这样子拳头刮 碰 这样子都不同 所以牛顿没有错的 有作用力一定会有 反作用力 然后以前人就开始问了 他们会找到一个 矛盾点 老师如果教你这样子讲的话 我们是不是永远不可能推动东西 比如讲我有个箱子 我推他100N 箱子也可会有100N 抵消 我推他200N 箱子也可会有200N 抵消 我推500N 他也可会有500N 抵消 这样我们就永远都不可能会推动一个箱子啊 对不对 我给他1000N 他也可会有1000N 也是互相抵消 这不对啊 任何的物体都推不动了 知道吗 这个有学生认过我 我觉得蛮厉害的 他找到一个 矛盾点 是这样子的 这个墙壁 这个墙壁 每一个物体 都有一个他能够承受 最大的力 比如说这个墙壁啦 墙壁是那个混凝土砖做成的嘛 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啦 这个墙壁如果他最大能够 抵挡啊 就是 R max Maximum 他能够抵挡的最大的那个力 是100N 那么 如果我推50N 给他 跟住牛顿的第3定律 他其实会给我一个50N 但是反方向 同样的 我推一个80N给他 他也会给回我一个80 反方向 就互相抵消 如果我推到他的Maximum 我给他100N 他其实也会给回我100N 但是 如果我给他100亿 100亿啊 这个墙他本身的这个承受力 是最多到100N 他很想给回我100亿 但是他给不到 他Maximum只可以给他100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代表说 这里不平衡了 我有一个综合力 Diabaduan Diabaduan 是等于 110加 -100 等于一个10N 所以变成说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现在这里有一个10N 10N往前的 然后这个10N的力呢 他 因为我们讲说那个墙壁他只能够阻挡100 最多 所以超过100的话 这个力就能够把他分子跟分子之间的那个Diabaduan 被弄断的时候那个分子就会分开 你在外面看到的就是他破掉了烂掉了撕开了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这个墙壁就会被推破了 砰倒掉 破一个洞 然后散下来 所以你能不能够推动一个箱子 可以 你要看那个箱子能够承受最大的力 包括说他的Gaserran是多少 如果你要推动那个箱子只是要看Gaserran罢了 他的摩擦力 摩擦力如果最大可以到50的话 你只要推超过50就会有综合力他就会往前走 你推20他给你20 推不动 你推30他也是推不动他给你30 但是你推 超过50 超过他的那个Maximum他就能够移动了 其实没有错啊牛顿的这个第三并率还是一样没错 但是能够想到这个问题的我觉得都蛮有那一个 我们叫敏感度了 因为他想到这样子的话不使用也推不动 推不动东西 因为他会给我一个一模一样的反方向 而且我要再提的是 其实如果要真正去研究这个牛顿的第3定律 不是这样简单的 就是你如果像这个人这样他坐下来对不对 其实他每一个面都会有 这个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包括说如果他脚动地对不对 这里也有W的 W 那么这两个也会产生反作用力R的 每一个面都有 如果他躺着的话 假设这个人躺着 他其实也有压在这个 面上面的 也会有一个往这边的R 都有的 所以 整个面都是 我们只是把它 笼统的 讲成说有一个往下的 就会给一个往上的比较 你的那个作用力跟反作用力都是互相比较 这个就是牛顿的第3定律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所以 还会有人问雕砖的问题的 老师这样如果打空气 100N打空气谁给我反作用力 老师你我打100N打在空气上面 打空圈 这样空气也会给我100N啊 这么感觉不到的 跟空气的材质有关系 空气是流体啊 流体 所以他不是没有反作用力 只是你的速度不够快 打出来的那个拳 对比那个空气来讲的话速度还不够快 你的感受还不大 但是如果你试试看哦 你在飞机上 不用讲在飞机上面 你在 车里面就好啊 车里面就好 车走到海外走到100N的时候你开双口 把手伸出去看一下 你看看你的手 感觉到那个空气的那个反作用力没有 如果你在 飞机上面你敢敢把手伸出去看一下 整个手都会 断掉 车开直接没有掉 所以空气是会给你同样的反作用力的 只是你用拳头打空拳 不够快 但是 我如果用拳头打空拳不够快的话 这样 到底那个我的一般Nuton去了哪里啊 如果你打墙壁是墙壁 把你停下来对不对 如果你打空拳的话 最后你要停下来的话 因为空气没有办法帮你停下来 最多是 帮你阻拦一下罢了 让你慢一点 其实你比较起来都可以ignore掉了 太小了对不对 这样最后你的手是怎么样停下来的 你这样打出去 反作用力100是给谁瘦 其实是你自己的手瘦了那个100的那个反作用力 你的 肌肉 你的关节 你的关节 所以你一拳出去的时候你突然停下来发现到手 手这样震一下 其实是你的关节这些啊 肌肉这些 承受回那100N的反作用力 所以理论上如果你的拳 真的是很大 大啊 非常大了 可以超过打出超过常人 手能够回出的旋 你一拳回出去哦 关节其实会断掉 然后整个手回出去 是这样子的 所以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啊 但是 我自己有想过如果是 没有那个面的话 没有一个 物体来接受我的拳 像我打空拳的反作用力去了哪里 我自己问过自己这样子的问题 后来去找资料 这是牛顿的第3定律 为什么要先谈牛顿的第3定律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他其实跟那个 momentum的那个 那个 Presica Momentum的 是一样的 有一个往后的momentum 就会有一个往前的momentum 一样的 其实因为牛顿 他就是 记得吗 我们讲说他讲力的时候 他就是从这个momentum这里下手的 momentum的变化 然后所以他做了一个整合 我们游泳 再举个例子 为什么我们游泳的时候 人会往前 你不管用什么招式游泳都好 你会发现到说都是做同一件事情的 就是我一定会手往前去 抓住那个水 往后推 对吧 你如果抓住水往后推的话 那么你一开始跟水是consider一个基性 然后把水推去后面 水分开来了对不对 就从一个基性变成两个基性 所以 我们是给他一个往后的momentum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往前的momentum 你就会向前走 不管你是自由式 然后把水挖去后面 还是挖式 也是把水 东西后面 叠式 都一样的都是把水推去后面 那么你就会往前走 那么如果是跟着牛顿的第3定律的 这个讲法就是 我有一个往后的力 Daya Tindakan 就会有一个Tindabalas 去前面 可以吗 所以其实 如果遇到题目这样的状况 对不对 他要你解释 为什么 你可以往前往前面走啊 往前移动啊 像给他那个赛跑啦 你其实用两个角度来谈 我可以的 一模一样的 一个就是从momentum的角度 另外一个就是从这个 第3定律的角度 为什么可以往前走 我们刚才讲说那个人往后 你的脚往后顶嘛 对不对 所以一个基性变成两个基性 往后的momentum产生一个往前的momentum 你也可以用牛顿的第3定律来讲 就是我要往前走的时候 我的脚把往后顶 产生一个往后的 第3定律 作用力 那么我身体就有一个往前的 第3定律 往前移了 我们讲了这个仿作用力 我就要吐槽一个 这一个片段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片段是不是 这一个 他们那个Avenger2 这一个电影的其中一段 我看了一个 一个桥段啊 就是他们喝完酒了之后 这几个人就在这边聊天 然后那个 就心血来潮就讲说大家能够 谁能够举起雷神的锤子 有没有 钢铁人先拿 钢铁人拿 拿不动啊 那么钢铁人拿不动 没有问题 那么人家吐槽是什么 人家吐槽就是这一段 钢铁人去戴手套 他戴了手套拿不动 后来就喷火 那么人家吐槽就是后来 他知道这个连那个楼底一起来拿也是碰火也是拿不动 然后就换人了 那么为什么人家会吐槽这一段 给大家分享一下 分析一下 我们从这个牛顿的第三定律啊 讲那个桌子对不对 那么雷神锤是在桌子上面吗 钢铁人拿对不对 你看到那个 影片里面他其实拿的时候他一直讲是踩在那个 桌子上 这样 扒上来对不对 当然我们现在今天已经知道说如果你要把这个雷神锤拿起来的话 首先先讲雷神锤在普通的状况底下 他一定有一个往下的W的 W 这个重量 那么雷神锤并没有压破这一个桌子掉下去吗 所以代表说他其实是一定给一个 这个力抵消就是这个R这个反作用力抵消 互相抵消 所以呢 当钢铁人要往上拔的时候啊 他其实又加了一个力在上面对不对 好 如果拿不动就代表说现在这个W也往下加了一个力F 因为一派了吗 或者是这个 他往上拔的这个力的反作用力是往下的 那个桌子没动 那么我们讲回这个钢铁人挟自己 他如果往上拔的话 好为了他让他自己触得到那个力 他一定要用脚往下顶对不对 顶 这两边 他一边顶着那个桌子 一边顶着那个地板 这两个其实他就是他的反作用力 那么当然钢铁人挟他一开始用手拿的话是普通常人的力 拿不起来很正常 好 后来他装上那个 手套了之后 好一开始他是用手套直接拿 正下就吐槽这个 你直接装手套这样子直接拿的话 其实那个手套并没有加一个往上的力 给你 手套最多是给你握得更紧而已 处刀可以抓到更紧而已 所以他根本都 不会有多一个往上的力 所以你戴手套是没有用的 其实 后来不过他用那个手套 往里有那个喷那个火 对不对 戴一个手套 手套 手套喷一个火往下 这个就还 算搬到一点盲 因为一个火往下就是一个momentum 那么就会产生一个momentum 能够帮到一点点 不过那一点点的火 噗 OK 可能还想过一个小朋友 直接加一个小朋友的手来上来拿 我们知道说 他每一个拔上来的力 都会有个反作用力 对不对 所以比较靠谱的是钢铁架 如果他穿上全身的钢铁装 可能还比较 可以拿到 因为钢铁装其他的部分 可以帮 他在往上拉的时候 其他的部分可以帮他往上拉 但是问题是 假设那个钢铁装真的能够 产生一个比正常人多 很多倍的力气 假设一个正常人能够拉一个500N 往上 500N 那么 那么钢铁装能够放大100倍 我举个例子 普通人可以拉500N 钢铁装放大100倍就是500 再加两个零 5万N 可是你要想一下 你如果拉5万N的话 作用力是5万N 代表说他的反作用力也应该是5万N 往下 share在这个桌子跟这个 地板这边 这样有什么 地板可以撑个5万N 不打破 这样如果这里真的是他拉到5万N 地板又能够挡到5万N不破的话 这样这个桌子也代表说他其实也能够 因为这个往上拉5万N 雷神锤不能动的话代表说雷神锤的 布拉又变成5万N了 这样这个桌子又很神奇了 不懂有什么物质做了 能够打5万N的这个重量 所以都是一个谜 雷神锤的家里面的桌子啊地板啊 他的钢铁桩啊 都是一个谜 雷神锤更是一个大谜 那么 就很多那些网上的人 他们也是很厉害分析 他讲 这个雷神锤为什么会拿不到 因为他 特别的他就是会在你拿的那一个刹那 他们去分析 比如说 钢铁像拉一个5万N往上 这个锤子他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引力子的东西啊 我不懂什么鬼 他能够改变自身的这个引力 你一拉5万N的时候 他自动会变成一个5万N往下 5万N往下 跟你的这个力刚刚好就互相抵消 那么你还是稳稳的就在桌子上 你拉5万N他有变5万N 你拉50万他有变50万 这你怎样都拿不起 可是这样子有一个问题哦 这样那个 在第一集的时候呢 浩克不是给了雷神锤压着起步来 这样又怎么样解释了 所以有bug啦 不过后来那个网友就讲说 你们去看电影看到这样认真这么 人家都讲这个雷神锤有magic的咯 magic 魔法不属于 雷神锤的部分了 OK 所以我学生有时讲 老师你又要讲电影了 不要讲了 很显了 这样子就不好看了 不过这个就是 我们去研究这个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 这个方法 所以以牛顿的角度来看 其实今天有很多的电影 都 违反物理学 这个是跟大家先聊一下 关系到这个牛顿的第三定律 作用力 有反作用力 记得 就是说所有的物件 如果你的这个作用力 是作用在一个object上面 所有的object 他都有 有一个他自身能够承担最大的力道 如果你超过那个力的话 他就会开始 分子分解 那么其实就是坏掉或破掉的意思了 你给50 他给回你50 你给80 他给回你80 你给100 他给回你100 假设这个墙壁 Maximum只能够到100的话 你给他100亿的时候 他只能够给回你100 他给不到100亿了 因为已经超过他的Maximum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10N的 Diabodon综合力往前 他就会破掉了 墙壁给你推烂了 不然的话 还在他的范围里面 你发现他也是推不动那个墙壁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见 没关系